我可以用意念让这个螺丝转出来 不可能 太好了啊 走 把手伸出来 太好了 直接就掉下去了 好 学会这个魔术 在朋友聚会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用到一根 看似普通的螺丝 就可以一招震惊全场 我们在这个位置 试一点魔法 诶 这个螺母 竟然神一般的 自己向外边慢慢转动出去 无论角度怎么改变 它都可以逆流而上 最后掉落到观众手上 让观众当场目瞪口呆 这是怎么做到的 来 接下来 不用点红心 也不用点关注 咱们直接慢动作 详细教学 好 我们说到这个螺丝 就是长这个样子 是纯道具 没有任何手法上的难度 它的重点就是 在这个螺帽里边 有磁控震动装置 中间这个铜子 是取螺帽用的 像这样 将螺母向里边拧 铜子就会把螺帽顶开 顶开以后 大家看一下 里边是一个小电池 螺杆这一块的话 是一个弹簧震动装置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把它装回去 这里有个注意事项 装的时候 这个电池 大家看一下 凸起的一面 一定要朝里边 不要装烦了 装烦了 就会失效 像这样 按到位就可以了 然后 把筒子取下来 就可以拿去表演了 表演前 先交给观众检查 就是一根普通的螺丝 看不到任何的机关门字 然后 将佩戴的小磁铁 像这样藏在手里 大家看一下它原理 磁铁靠近螺帽 通过磁性的传导 产生震动 这个罗姆就向外边 转动出去了 我们还可以自由地控制它 停 然后 再次发工 走 让观众把手伸出来 转到最后 罗姆掉落到观众手上 让观众当场 目瞪口呆 接下来 把螺丝交给观众去检查 我们手上的磁铁 顺时收走 处理掉 这个魔术就完成了 好 同款魔术道具 在左下角购买